我是把它放在云端白板 特别说云端白板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单元 这个102的APP 这个完成的画面 那当然 里面的话有个讲义 那特别注意 你就按照步骤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新增一个 所谓的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 其实就对应一个 所谓的那个什么 一个网站 那所以特别注意 你单位一定要从网站开始 因为我发现 后来同学 这个发生错误很多时候 就是都没有变成一个资料夹 就是变单一个档案 然后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变成将来 你要去连接某一张图的时候 那个位置都不见了 或者说你如果不在一个资料夹的话 那变成说 这个位置会变成绝对位置 固定指向哪个 那如果你换一台电脑 那位置都不一样了 所以要特别特别小心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是直接在什么 在桌面上按右键 新增一个资料夹 那问题如果今天 你想说老师 那我那个上礼拜的 我们上礼拜交作业 是交102APP 对一个VIP档 那问题是如果今天 要再把它打开 怎么打开 特别注意 其实方法一样 一 请你把这个VIP档解压说自此 就是解到这边来 对不对 然后二的话呢 一样去开启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Dreamweaver软体 就是说打开Dreamweaver之后的话 那特别注意 上个礼拜是新增网站 不过呢 因为我们网站已经有了 所以你理论上 不用再把它新增网站 而是你可不可以发现 这边的话 有个叫管理网站的 如果说呢 你之后要开启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再 跟随一下 或者是说啦 如果你下一次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 已经变更的话 那你还是一样 虽然说上次 我们是另外再开一个 新的网站 那这个时候假设啦 你如果下一次编辑的话 还是一样 从新增网站开始 还是一样 给它一个102APP 等于是说呢 无论你是新增资料 或者是说你要重新编辑的话 反正呢 都是从新增网站里面的新增网站开始 那一样呢 指向给哪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的话 一样我是放在桌面上 所以把它指向这个102APP的这个资料夹 然后按个选取 就是一样是这个网站 然后呢 对应到这个资料夹 所以啦 其实主要是怎么 把那个 它的名称跟它的位置 先把它对应起来 那按确定 按储存之后 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它会在右下角 会出现有一个你网站的 这个 这个这个结构 有没有 这个网站 然后它里面 我们之前是 有增加了一个image 这个image时 这个 用到一个logo 的一个网站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开启这个index OK 那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一张 一样把它分割 分割左右 那还有啦 设计师记得把它改成传统 所以传统 主要是因为上面会有个面板 这个面板的话会有个JQ MOBA 这个面板一定要出现 如果没有出现的话 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 会相对比较麻烦 要自己打那个语言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把它急迟的话 那你会发现 上个礼拜的东西又恢复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下一次 要重新开启之前的练习的话 记得 因为之前好像有同学 是直接什么 习惯是什么 把它开启就档 有没有 这个网站把它关 假设了 错误的方式 就是 直接就开它了 你如果直接开启就档的话 当然开启就档也是一样 可以开得到 只是说开启的话 它对应到的那个 那个图的连结 相对的就很容易会连结不到 或者常常出现叉叉 有没有 因为换一台电脑的话 那连结就失效了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所以特别注意 第一步一定要反正每次做 任何的练习之前 记得一定要先从网站 新增网站开始 那里面的话 大概我们做哪些动作了 其实 不外乎这个相关的细节 除了说在 这个我们的 云端上面 云端位置上面有个102的这个完成画面 这边有个讲义 那你可以把这个部分 一样 从这边新增网站 所以我特别还把那个图给截图 然后还有这个 所以特别注意 任何 做App的开始 一定要先从这个动作开始 然后再来的话 第二步就是说 新增一个html5 然后一定要存成index.html Tml 这个名称的话也是固定的 这个也是 第二个一定要做得动 一定不能做错 因为做错的话后面就完蛋了 OK 那我发现 之前同学常常就是 步骤做错 所以以后的话 你就要按照 这个step 反正你再怎么样也不会做错 好 其他的话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 设计 设计师 有没有 改成传统 就是在哪边呢 这个地方 这个设计 本来是设计师改成传统 另外呢 本来是 设计 改成分割 最后你就可以即时就可以看到了 OK大概是这样子 其他细节部分的话 我这边其实都有画面 都有截图 所以你就是 刚开始做的时候 反正你就是先瞄一下 看一下 这个步骤是不是符合 我们之前讲的 其实我们主要做了几个东西 上个礼拜主要 第一个 插入总共有四个页面 有没有 那四个页面特别注意 插入页面的时候 我现在另外开 开一个新的 这个假设 我开的话记得一定要html5 然后建立一个新的 然后呢 记得在body跟body中间 把它分开 分开来 那如果你要加低一个home的话 记得 这个一定要有 如果你假设是设计师的话 有没有 就找不到上面东西 OK那你就很难找了 有没有 老师为什么没有东西 你这边没有调整 调一下就OK了 好 那找到这个 JQ mobile 然后呢 再来就是插入页面 哪个页面 这个页面 你就这个插入页面 那他会出现这个画面 你直接按确定 然后你就什么 这个名称叫什么 叫home 所以你就打上home 然后呢 只要有页首 不要页尾 按确定就好了 那特别注意 请你们特别特别注意 因为错好像常常错在这里 因为同学有什么超连结 没法连结的问题 都是因为怎么样 你 页面插入之后 没有把它放在这个页面的外面 而是又在这个页 这个 那个什么了 他的标签里面继续做那就错了 所以 这个地方 我按确定了 你会发现 那他会产生一个结构 我把它闪一下 反白的地方就太佳的 有没有发现 原来是body 在这里 到斜线body 然后他的页面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范围 所以记得 你下一个 那个什么 Page 1的话 记得 游标千万不要放在这个 反白的那个 任何一个地方 这个是错误的 一定要放在下方 再插入这个页面 那就不会有连结失败的问题 这个应该 可以知道意思吧 因为太多同学常常就是说 老师为什么我 连结没法连结 跟各位讲 大部分 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那如果你是插入到那个反白区里面的话 说真的 我建议你重做算了 为什么 因为太乱了 太复杂了 即便 你的眼力够好了 但是我觉得你干脆从来还比较快 为什么 因为实在是不好找 有时候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帮你找错误 而是说 我建议你干脆从来 那所以 如果你要配局2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游标移到这个反白区的外面 你远一点没关系 这个地方可以换行 隔一行都没关系 再插入第2个叫配局1 然后有页尾按确定 有没有 它就会放在这个的外面 所以 它的配局结构 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对应到的东西的话就在这里 就是这个 它就是一个配局 那我们其实是把什么 把 后来的那个像图啦 或者像一些 Netbar 然后 其实都是放在这里面 OK来做设定的 那所以 一页 一页 再下一页 再下一页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有固定的结构 所以以后 如果你不用这个 插入页面的话 其实你甚至可以把这个 程式复制贴下来 然后改就可以了 其实像这边的话你会发现哪边不一样 有没有 ID Home 这个是配局1 那其他也不一样 你会发现其他都一样 开头DIV 结束DIV 有没有 只有这个地方不一样 所以如果说 假如说你不要再用插入的话 其实像配局2要怎么产生比较快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把这个配局1 Ctrl C 然后呢直接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底下 Ctrl V 然后把这个配局ID名称改成配局2不就好了 这不就是第2页了 有没有就1页了 这个名称ID一定要改 你不能两个名称一样 不然它以后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那连结也会失败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都是细节 那3的话也可以再复制一个 再贴上一个 那这个叫配局3 有没有 那再把 资料分别填上去 做超连结 第4个就有了 那就可以 最后做出来 就会像这样 比如说点击最新消息 他就出来 然后有一个回上页 有没有就回上页 新书登场 有没有 然后回上 回上页我这边好像没错 OK 其实也是一样 把那个最新 就是类似像这个 再把它加上去 加的方法应该 还记得啦 上个礼拜东西 没有电了 所以这边的话请各位 试着把那个 这边 再试着完成一下 那画面我先还给各位一下